是 那今天的课是教花鸟的 那因为核花正开 所以我们学生的要求 我们今天就画这个核花 核花其实我真的是画了很多 因为这个核花 核花池 最多就是在植物园 离我这边很近 所以我一有空就去那里看 那我特别喜欢画这个 就是将要正开 将要卸的那一段 我觉得比较美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的姿态 要倒不倒的 但是它还是有生命力的 那这一张蛮大张的 那怎么表现 很多学生看了那么大张 都会害怕 其实不用害怕 不一定要画得美美的 不一定美是好的 但是要画出它的感觉 它的意境就可以了 我画这边 其实我不是表现这个 美美的花或美美的叶子 其实我的重点就是在这个 亮的这个地方 亮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出去 无限延伸这个核花池 所以其实看这里是比较 就比较有一点内容 画这个花 核花很多种 它也有牡丹形 菊花形 很多形 我偏爱这一种的花形 这个花形我们台湾比较少 大陆很多 我就去了大陆看一下 然后就是老老记住回来 表现给学生看 表现给学生看